大韩航空一架载有173人的班机 星期天晚间在菲律宾速物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 虽然所有乘客安全撤离 但是速物机场因为这起事故暂时关闭 从首尔飞往速物的空中巴士SEA330宽体飞机 曾经两次尝试在恶劣天气下着陆 第三次尝试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 机上162名乘客以及11名机组人员从逃生梯都安全撤离 而由于失事的客机得要出动大型的机具 才能够移动到安全的位置 不过因为地面拟拧 无法确定是不是能够顺利移动这一架班机 所以只能够暂时关闭机场 取消好几十个航班